熬点梨水喝 没放冰糖 应该割冰糖是吧 没割 就割了拌拉梨 待会煮点棒的面粥和 这上面 烫的是馒头 玉米面 山友 找出半根山友 这山友在厨房割着得有一个多月了 你看割那缸里 特别好这缸 这香蕉也割缸里 变这样了 那里水 早饭 不能吃太多了 升盘 昨天房管局来给换了一新门 原来那门骂棺木炎 露了大缝子 正好呢 邻居走之前 给了我一个窗帘 我昨天给洗了 给装上了 你们看 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 我开始吃饭 喝点粥就点咸菜 还得少吃 这个 生炸的沙剂 含有维生素C 我想一会儿出去搅头去 老肯不下心了 就在我们这附近 休息那边 那儿长得快 也影响头发 我那菜 泡菜好了 可以吃 我刚才看可棒了 水都透明的 也不浑 难道就说菜也香 早上起来又渴醒了 躺那会儿就琢磨 我们家老张 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心里边酸 后来我也想 算了 起床 要不越小就生气 干嘛惹自个儿生气 就脏没他 你赶上那会甜言蜜语的男的 他跟你 是吧 摆一会 他也跟别人摆一会 饿了他这 哥哪个放心 让人讨厌 不在 我先吃一口 我今天早上 刚才煮俩鸡蛋 我就突然想起 昨天粉丝留言 说 就感冒了 别吃鸡蛋 我就没煮 那我吃咸菜 喝粥 这还有点花生酱 给它救了 吃慢慢香 这也就幸福 昨天 执法大队的来了 手开 他们的人也来了 来了四个人 但是那俩修门的六个男的 我一人对他们六个人 跟他们 交涉 你说我 这生个病 脑脏止不下 你哪个地震了吗 我挺害怕 我住这院里边 最深 葡萄那么窄 我哪天地震一晃了 都挤中间 我再跑不出去 我胆小 我跟巨月会说 巨月会就叫他们来了 来了 手开来俩小伙子 素质可高了 有的那粉丝 可能外地的 外地跟北京 还真不一样 我们这不是拆迁 叫腾退 自愿的 你愿意走 你就走 你愿意留就留 国家不强迫 知道吧 你比如说你要拆迁 人家国家用你这块地 那你就得给人腾 是不是 咱不是不讲理 那他这块地 可能将来他还是住人 那为什么你穷人能住 你富人能住 我穷人就不能住 什么叫共生院 是吧 就是穷人富人 一块共同生活的 这么一个院子 叫共生院 我这么理解 穷人怎么了 富人怎么了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 不是说你有钱 你就高于一等 是不是 你能住我也能住 然后人家说 你不走到时候 什么的给你什么 扔砖头发什么东西 帮什么土匪流氓 天天捣你这捣乱 呦 刚才开始跟我说 我还真有点动心 我也有点害怕 你也不知道 结果人家帮巡逻的小伙子 人可好了 我们现在见面都打招呼 哎呦 干嘛 溜弯呢 可人也是穷人家的孩子 手快雇他们 一月给几千块钱 到了晚上 你就巡逻直班什么的 慢慢时间长 他就熟了 没没没 基本上每天都来这院里 看一遍 那小伙子 客客气气的 特有礼貌 根本就不想人说什么 让你门口 撒湿撒尿巴什么 给你扔砖头 犯坏 没有 昨天人手快拿去 小伙子 哎呦 特别客气 特别 你有一看 你就特别有文化 一见我就 懒懒 我在抖音里见过你 我说妈呀 完了 后来我说 我就是有点害怕 我说这房子盖的 它离着太近了 我都出不去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拆啊 他说在计划之内 计划之内 到时候拆的时候 看看能不能先给你们这拆 我知道这情况了 有拍照什么的 执法拆迁 就专门负责拆圈的 它是两个单位 人家也说 说行 到时候你们互相留个电话 有什么事 你给他们打电话 是吧 就知道这事了 我说哎行 你看那可 都人特别好 反正都知道老百姓 是吧 反正我觉得北京吧 不管你看 你要打10报警 那些警察也可好了 我不知道外地什么样 反正我们这儿的工作人员 就包括你修房的 我说我这门老关不上 这个是吧 它冷啊冬天 然后人家头就过来了 说给您找着 赶紧就给您来换什么的 从头 然后到干活的 小伙子 锯嘛 爆嘛 然后弄好多那个 墨子什么的 最后都给扫了 扫的干干净净的 我说你们都忙活一下午了 我这儿还老坑咔的 我说我多怕传染你们 你们快回家吧 然后人家俩小伙子 没什么呀 我给你扫了吧 扫的被干净 最后那垃圾 我给你带出去 我给你带走 然后我就觉得吧 就特别温暖 他们走了以后 我就说 哎呀 我说挺好 我说虽然是吧 按说这都应该男人 出头抛头露面 都应该男人的事 我们家老张正好有事 在楼房 我说我一个女的 就是 就是外场上这些事 但是你就感觉 人家并没有说 看你一个女的欺负你 糊弄你什么的 就是感觉特别温暖 我就觉得心情特别的愉快 然后包括 这窗帘也是 大姐 她说妹妹 你那个别嫌不好 说这窗帘都是我儿子 他们 就是用两年 年轻人就换心的 我也舍不得 就留着 说现在我要搬家走了 你看你有用 你就拿走 这不是 我说没事 我说又给洗了 姐夫就给挂上了 人和人之间吧 你想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别人 真是就是以心换心 然后包括我们 月儿现在没走的 那个姐姐也是 我们俩每天都发微信 就是每天有点什么事 就互相招呼 然后就 我们晚上睡觉 都锁外边院门什么的 然后就感觉 就是特亲 虽然我的兄弟姐妹 不是很多 但是我就觉得 哎呀真是 虽然都说血浓于水 我就觉得 大家本来就是兄弟姐妹 是吧 就像兄弟姐妹那么处 你高兴 别人也高兴 你善意对别人 别人也会善意对你 你说是不是 让世界充满爱 如果人和人之间 都敞开心扉 都是以爱出发 那我觉得 这个世界还是挺美好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 拜拜 不敢坐那了 我坐那就是上火 我老坐那 路水平后面那暖气 热的我 以后我坐这边了 这边还凉快点 请点赞关注哦